如果藍營、白營都讓他們的支持者覺得說 這次的合作對他們自己是很有利的 那麼粉絲就會買單,支持者就會買單 那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任何一方讓他的支持者覺得 哎呀柯文哲委屈了,或侯友宜委屈了 那麼基層的支持者可能他支持的程度就會打折扣 但是我相信這種情況不太會發生 因為既然柯文哲、侯友宜都在這個協議上簽字了 顯然雙方有達成共識 那後續就看他們內部怎麼去讓彼此能夠繼續團結 為了共同的目的而奮鬥 可以看得出來這是民進黨不分區的名單 兼顧理想跟現實 理想的部分就是他有安排一些專業人士 或者是特殊的團體,比方說醫護團體 那麼也有這個考量到婦女保障名額 那麼在現實的部分呢 就是他也適度考量了民進黨內部的權力平衡 那當然你再怎麼考量 如果你要落實本來不分區 他照顧專業跟弱勢這樣的一個程度 那就沒有辦法完全反應權力的平衡 所以民進黨內部也有一些派系感覺是不滿的 那正是因為有派系不滿 所以可以看出來民進黨這次的名單 確實是一半現實,一半理想 雙方的支持者會不會買單呢 那就看後續柯文哲跟侯友宜 或者是藍白的政黨領袖 怎麼跟他們的支持者去溝通 如果藍營、白營都讓他們的支持者覺得說 這次的合作對他們自己是很有利的 那麼粉絲就會買單,支持者就會買單 那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任何一方 讓他的支持者覺得 哎呀,柯文哲委屈了 或侯友宜委屈了 那麼基層的支持者可能他支持的程度就會打折扣 但是我相信這種情況不太會發生 因為既然柯文哲、侯友宜都在這個協議上簽制了 顯然雙方有達成共識 我相信在兩個陣營 包括侯友宜跟柯文哲內部 雙方都有所謂的主戰派跟合作派 主戰派就是比較覺得說 也許自己選也能選得上 那合作派就是呢 還是希望促成藍、白和 所以這次藍、白和能夠達成協議 我相信雙方的合作派都很高興 但是呢,雙方都認為靠自己選 也可以選得很漂亮的這一派 難免就會稍微有一點挫折 那後續就看他們內部 怎麼去讓彼此能夠繼續團結 為了共同的目的而奮鬥 所以短期內 雙方各自內部有一些人感覺到 這個結果不是那麼的滿意 這個是不意外的 因為任何的合作 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 那只是說後續 包括柯文哲、包括侯友宜 怎麼去鞏固內部這樣的凝聚力 然後一起邁向2024年的總統大選 目前我們從公布的六點聲明來看 其實有很多細節並看不出來 比方說他們要去看過去的民調 那是全部都看嗎? 還是由這三位民調專家 來決定哪一些民調算 哪一些民調不算 以及這個民調是看原始的支持度 還是看加權之後的 很多遊戲規則 我們從六點聲明是看不出來的 那兩種情況 一種是有更細部的共識 只是他沒有公布 另外一種情況是充分授權 這三位民調專家來決定 那如果是充分授權 這三位民調專家來決定的話 那這三位民調專家就非常重要 尤其是如果柯陣營推薦的民調專家 跟侯陣營推薦的民調專家 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假如兩個陣營是授權三個民調專家決定 那麼馬總統推薦的民調專家 就發揮關鍵的力量 只是我們不知道他具體的協議是什麼 所以說因為這裡面有很多解讀的空間 所以也有可能他們已經達成很細部的共識 只是他們沒有對外宣布而已 兩邊合作一加一能不能大於二 關鍵就在於後續的合作 如果雙方 因為從這次的協議看得出來 我認為不管是柯文哲或者侯友宜 對於自己是正是負 應該都可以接受 那最後結果出來 如果雙方是真的能夠坦承合作 在各方面都協調得很好 一加一就會大於二 但是如果最後結果出來 那麼雙方明顯 往往一起出場同台的時候 感覺氣氛很尷尬 那這時候一加一可能就很難大於二 搞不好一加一還會小於一 Yahuuuuuuu